为了更迅速达到除草或者是抑制病虫害 不少农民都会选择喷洒农药 而这些废弃的农药罐和高压容器 如果随意丢弃会对环境造成不少危害 因此大甲区农会和台中市环保局携手合作 连续多年举办回收换好礼活动 农友只要收集10个空瓶就能兑换一份好礼 希望透过奖励措施提高回收率 也避免造成环境污染 农友将使用完的农药空罐 与高压容器收集成袋交给工作人员 就能够以10个位单位兑换到一份好礼 礼品包含有培养土洗衣粉或者是卫生纸 因为礼品相当实用 活动首日就吸引了不少农民踊跃参与回收 因为我的瓶子 这个瓶子拿去别的回收人家也不要 只能给资源回收厂收 但是没有东西可以换 但是农会办这个活动 我就可以就是说把一年累积下来的 换我需要的东西 为了更迅速达到除草或者是抑制病宠害 不少农友都选择喷洒药 但废弃了农药罐跟高压种气 如果是随意丢弃将对环境造成不少的危害 为了避免造成环境污染 大甲巡农会今年再度与台中市环保局吸收合作 来举办回收换毫里的活动 因为我们大甲这边农产品很丰富 那农产品收成的同时 也会产生很多农药的空罐 那我们利用这个活动 请农民将那些废弃的空罐带来这边 我们就可以加强这些罐子的回收 然后减少环境污染 然后减少废弃物的产生 农会提醒农民朋友在农药用完之后 要将容器三冲三洗 才能将罐子内的农药冲洗干净 最后再做回收 并期盼透过回收换毫里的活动 选导农友共同维护环境 勿乱丢弃农药冠 就这么和台中才疯到